大家好,今天是10月10号,2013年,光辉10月,我正好来到嘉义,那正好在这边等车,等一下要去香山市坐长期,但是我刚刚在上面看到有一个爱心桥,那走到下面来,又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卖这个纪念品做这个所谓的坏木烧落的这样一个活动 那我就问了一下,那现在我们在我面前有这样一个美丽的小姐,公关小姐,是嘉义火车站的,忘了请问你贵姓,陈小姐,她要来跟我们说一下今天这个活动的由来 因为我们这个的部分,因为我们加一货火车站,我们这边是一个转运站,我们结了很多的交通,有台铁,高铁的接货车,还有其他各家客运的那种车辆的部分,所以我们觉得要利用这个优势,然后我们刚刚二龙那边有那个桥底的部分,于是我们有了一个突发起来想,其他地方也有他们自己独特的那种桥底的设计, 那我们也可以三家利用我们这座桥去做一些那种新锁桥的这个活动,所以这个新锁桥就是这样子的由来 所以是最近突发起场做出来的 对,是的 是,那我看到你们有这个新锁桥,那搭配了这个桥木的烧落,可不可以讲一下这个桥木烧落是怎么样 因为其实我们加一这个地方也早期,其实是从林木叶开始起家的 对,所以我们就觉得说,我们既然要做新锁桥,可是我们一定要把加一的特色展现出来 所以我们才想说,那就是利用桥木的部分去做表现的这个特色 然后用这个桥木的部分,我们结合那个残障,残障协会的部分,可以增加他们的就业机会 所以我们才会觉得说,以这个方式去着手这样子 那你说这个残障人士是他们的,在这里是做些什么 这个一些设计品的部分,他们其实都是有,他们那种有残障协会 他们就是让里面的一些成员,一些那个去着手在可能一些成品的设计的部分 对,所以就是说,他们就是透过像这些商品的方式贩售 然后可以增加他们的一些收入,一些就业的机会这样子 我看到,譬如说这个狮子的这一幅 我看到下面有一个红色的这个 是这个作者的签名吗? 是,这是创作者的一个牵牢的部分 哇,这个实在是非常漂亮 那请问一下,他是有一直在创作呢? 还是就做出几个模式,然后就一直卖同型的? 哦,没有,他们其实,他们的创作其实是很明远不觉 像我们二楼那边,乔廷那边有过了他们许多的不同的设计图办 对,那所以其实这种创作没有所谓的固定模式 就是,呃...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每一个像这样的作品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吗? 是的,没错 是的,大概有几位这样的艺术家呢,来做这个事情 有几位艺术家参与这个作品的创作 您不清楚 因为我看到这边非常,这些画作都非常的精美 而且至少我很喜欢这只狮子 这边的,这边的那个作品 我们都是有那种骚扰的那个协会 他们去做的设计 对,最主要的,里面的负责老师是一个张老师 他是一个,他是里面的一个志工 然后他就是,就是 他就是想要去发扬后裔里这个地方的文化 然后顺便推广,产障协会 然后顺便把台湾的棺木骚扰部分去发扬出来 所以他就是,非常踊跃的参与这次的活动 对 比如说这个是一万块钱的这个陶笛 陶笛 你觉得这个模型是由什么地方来做的呢? 嗯,都是由那个骚扰中心 他们去去利用那个,利用他们现有的材料去做出来 这些都是他们,源自于他们的,他们设计之手这样的 所以,所以譬如说这个一万块钱陶笛 那他的另外一支一万块钱陶笛就是不同的花样,花色了 对,除非是你有特地去说设定说,我一定 你也可以指定说,你可以跟老师去做写的 我想要怎样的一些图层 其实老师都可以帮你设计去弘异我的那种画做出来 那譬如说这个陶笛的这个阴准问题是有人在做这个阴准的这个把关吗? 嗯,他们里面的老师其实他们对于陶笛的部分 他们因为他们自己本身会吹 所以他们对于这个阴准的部分 他们也会有去做个把关的一个动作这样子 嗯,这样 是 我现在看到是非常非常精美的这些艺术品 可不可以跟我讲一下这个? 好 这个,这张证书是怎么样? 这张证书就是宽默骁劳协会的张老师 他的,他参与作品的一个认证 对,他的设计他最主要像他,他这次有 他这次的作品像那种明片盒 其实就是有点,就是有列入那个十大半首领克的部分 所以他的创作就是他创作得到奖的部分就是这个部分 对 对 对,那张老师的这个签名就是这个吗? 是的 对 所以这边大部分都是他的一些作品 对,都是张老师的 对 那你刚刚说有残障人士参与 对 那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这个认证的这个签名吗? 哦,这个部分的话只有主持人 哦,因为我现在看到的几乎是同一个 对,对,对 同一个红色的章 这表示是同一个人的 所以我就不想不了解说 任其他的这些残障人士的 他们的部分,他们的参与的部分在哪里? 嗯,因为他们最主要参与的可能就是在这个图 那个设计版面的部分 哦 然后一些图腾刻字的部分 对,最主要他们负责就是在这个地方 哦,所以是比较初阶的 对 初阶的那个 OK,你看像这个 对,设计都非常的精美 对,实在是 非常的用心这样 实在是非常的 几乎每一个都是一个艺术 所以老师他一直非常的希望把这种烧烙的文化推广下去 所以他就是会 会有很多不同的一种创作 然后有什么活动 他也非常积极地去参与推广这样 是 对 那请问一下这个木料是哪来的? 这些木料的话就是多钱的圈料 因为现在其实那个没有办法去 因为现在森林保护的部分 所以这些都是以前年下的一些旧料 或者是一些可能小小的 有些只是一个废料的部分 他也会非常善用 老师也会非常去善用这个部分 因为资源有限要珍惜这样 对 那这个木料还可以做多久呢 也还有多少 这个部分有 会不会说要很快就 就没有料 因为以前的旧料其实还算 数量还算多 对 所以可能老师的部分 这个部分 其实我不是非常清楚 说他们那边的库存量有多少 但是因为我相信老师 如果有推广的这种活动 相信应该是库存应该是还OK OK 好 我刚刚听说这个地方 可以让民众来做DIY 可不可以 请他们来说一下这个部分 这位帅哥 请问您贵姓 姓吴 吴先生 您刚刚有提到说这个DIY的部分 可不可以请你帮我们说一下 DIY 铅笔写上去 写完以后再用黑笔 触摇一下 然后再用我们的烧焰笔 我们的烧焰笔 我们的烧焰笔 烧焰一下 慢慢的 不用太大力轻轻的用 然后把它颜色出来后 再写上 也可以上 用完之后 再上去我们桥 我们洗手桥 然后上面有布置蛮漂亮的 然后可以挂在上面 然后挂完以后 我们有个专业人员 帮您 点焰 点焰完 会完整 比较不会脱落 也不会掉 现在专业人士就是你 好 谢谢你 对